台股強勢表態 11號開高走高 中場大漲382點 收在24390點再闖新高 全職股台積電上漲35元 收在1080元天價 同樣寫下新高記錄 但專家認為 現在賣出還言之過早 今年的一個大漲 如果我們把台積電鴻海 廣達聯發科的漲幅給扣掉的話 其實並沒有特別亮眼的表現 後續是不是能夠持續進場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關注 像台積電帶動的設備股 或者是COAS 還有封測族群 台股表現備受關注 投資人同樣關心黃金價格走勢 和2000年年底相比 黃金的投資回報率 已經超過8倍 高於美股的6倍 新興國家股票的6倍 和已開發國家股票的5倍 在惡物戰爭通貨膨脹 美國財政惡化等因素之下 增加了黃金的避險需求 因此黃金受到投資人高度重視 至於現在投資什麼能夠賺錢 專家這麼說 因為現在美國在降息的考慮點 然後越來越強大 所以說民眾可以考慮現金的部分 或者說我們這些逢高減碼的部分 資金我們可以轉到 債券型的市場 可以去考慮 先去做一個布局蹲點 專家提醒 未來美國總統大選過後 制度的改變 將會是影響股市投資的變數 投資之前先觀望市場的未來動態 才會比較保險 記者於選行周佳文 曹文林 台北報道